弟兄姐妹 我觉得我们能够一起来读创世纪 我觉得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很多的奇事其实都在创世纪的里面 你领受了创世纪 你就能够领受全本圣经的奇事 那是非常要紧的 感谢主 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篇的 第四次的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这段经文 虽然只有几节圣经 可是包含太多的东西 那我们也在等整个 我们的进度能够到这里 那我们的进度开始有点转变 那请弟兄姐妹 能够抱歉 我们买错了这个导读本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照着旧的进度 旧的那个导读本的进度 因为这个新的导读本 速度太快 我觉得很快我们就过去了 那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读这个第二章 第二章的 我们今天我们只有读二十四节 好不好 二十四节 对不起 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 好不好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二十四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当造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看见 原来夫妻 为什么亚当 为什么不造一个下蛙就好呢 为什么需要透过从亚当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面是有一个很深的预表 这边告诉我们预表什么呢 预表基督跟教会 所以为什么教会要顺服基督 是不是 这是我们都知道 那他是说我们做妻子的 就是来预表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你知道仇敌 为什么这么攻击夫妻的 这个夫妻的位置这么多 仇敌为什么攻击夫妻的关系 因为你要知道 夫妻中间的这个阵神的关系 是跟基督跟教会的一个预表 你知道吗 这个预表 仇敌是不能够忍受 他不能忍受 两个人可以成为一 他不能忍受这件事情 他一定要让我们分开 分开分开 是 两个人本来是一 是不是 但因为有罪的关系 两个人就发生了问题 两个人就发生问题 这是仇敌所做的工作 弟兄姐妹 你知道夫妻这两件事 为什么这么严重 你知道为什么有同孕分子 他们花这么大的力量 说真的 他们不是真的在乎 有没有婚姻的 他们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 哪里在乎 有没有结婚的这个问题 这是黑暗的权势 他要来破坏 一男育女 来预表耶稣基督 两个女人没有办法预表 基督跟教会 两个男人也没有办法预表 基督跟教会是不是仇敌 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保罗继续 他讲到 他说 这个三十一节 第五章三十一节 他说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句话是不是 刚才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读的 是不是 保罗说 人为什么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 不是一体 原文就是成为一 Union 变成一 不再是分不开的 就是变成一 变成一 不是变成一体 是变成一 弟兄姐妹 感谢神 他这边告诉我们 他说 这个 这个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三十二节 他说 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在跟弟兄姐妹讲 创世纪里面讲到 他说要弃以弃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保罗说 这是极大的奥秘 跟我讲一次 是什么呢 极大的奥秘 你一定要认识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它是预表一个东西 就是基督跟教会 这边告诉我们说 但我是指着什么 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奥秘 是极大的奥秘 是基督跟教会来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我们夫妻的不是 绝对不是你 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是预表着基督跟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见证从哪里来 夫妻两个人连结在一起 我告诉你 撒旦就怕你们 你们的家 你要知道 当你们两个人 真的成为一的时候 仇底在你的家 就毫无所有 为什么家里有破口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两个人不是你 当夏娃出头的时候 魔鬼就攻进了 就攻进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看见 在这件事情上 是多么的要紧 多么的要紧 当我们成为一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个见证 做一个荣耀的见证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神的心 能够得以满足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在基督跟教会 又是另外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 我们今天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来看 我只是把旧约跟新约 连在一起 我们现在是活在 新约的里面 我们是新约的圣徒 我们回过头来看 旧约的 所启示的东西 我们会比在旧约的人 更知道这里所讲的是什么 那在旧约里面的圣徒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反正就是人伦 我们做过来也讲 男大当婚女大当将 但是为什么呢 传宗接代 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样子 那你跟丈夫跟妻子的 终身的关系 乃是预表着基督跟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层的关系 是一个极神圣 伟大的一个奥秘 弟兄姐妹 奥秘不是神秘 那是神心中的心意 神期待从你的家 从你的父母身上 看见这个见证 当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败魔鬼 弟兄姐妹 是不是当教会出来的时候 魔鬼就会被打败 魔鬼被打败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上帝的全能 把魔鬼打败 神当然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把魔鬼打败 但是弟兄姐妹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我们的失败 就是神的失败 你知道 那我们在哪里跌倒 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时失败的是 是夏娃 是不是 是夏娃跌倒 是不是 现在神要借着教会 来打败魔鬼 了解吗 所以弟兄姐妹 也要神要借着我们的 我借着妻子跟丈夫的关系 恢复过来 来打败仇敌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 你们夫妻两个人 信不信服 弟兄姐妹 不是那么简直 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你家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们夫妇信不信服 是谁的事情 是上帝的事情 所以上帝要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认知 仇敌想尽办法 就是要破坏 我们对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弟兄姐妹 你知道外遇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破坏我们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这样 弟兄姐妹 两个人结婚 当初不是 都是因为相爱而结婚 为什么慢慢慢慢就没有 弟兄姐妹 我们失去了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不认知我们是义 所以慢慢就没话讲 你做你的事情 是特别生了孩子以后 盲孩子的 这个姐妹就是盲孩子的事 先生就盲她的公司的事 从此以后 两个人 好像就越来越少交集了 越来越少交集了 那天 那边 弟兄姐妹 他们夫妇 就带着孩子下去 我说 你的孩子 终于 现在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他就 判判判 终于他们判得比较大了 我说再判下去 你们就空潮起了 很快就空潮起了 弟兄姐妹 等到空潮起的时候 两个人 在屋檐底下 但是不知道要干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夫妻中间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要紧 我们不是只有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弟兄姐妹 这一件事情 是撒旦所惧怕的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要借着你夫妻的关系 恢复 恢复成为基督跟教会的 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以至于 仇底在你的身上 无权无分无纪念 在你的家里面 无权无分无纪念 弟兄姐妹 你的见证 是从你的父亲中间开始 所以求主 恩戴们 现在 年轻人都不结婚了 或者是 很晚婚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 人家以前 17岁 18岁就结婚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30 40岁就要做阿嬷了 现在40岁 还有说 40岁才来生孩子 生不出来 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 魔鬼一直要破坏这种关系 让这个 这个关系 被污蔑 好像被 弄得乱七八糟 弟兄姐妹感谢主 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为每一个家庭祷告 我们也为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祷告 弟兄姐妹 求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 守住自己的生死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死是为着 未来我们的那个配偶 不是为着我们自己 神经清楚地告诉你说 你的生死不是为 你不能够主张你的生死 是在你丈夫 丈夫你的生死 是你的妻子 妻子的生死是为着丈夫的 所以要保持 在婚姻还没有临到的时候 需要保持圣洁 或保持纯洁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弟兄姐妹求主恩戴我们 保守上帝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保持的认知 神在婚姻上的设计是什么 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在家庭的事工上 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恢复上帝的奥秘 求主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祢祝福 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祝啊特别每一个家庭 祝啊让每一个家庭 都充满的就是 彼此相爱的心 主啊恢复 主啊你原先设计的婚姻 谢谢你 请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